近年来流行农村旅游 后里的台湾社区游客量 这几年也是逐年增加的 有许多旅行团都是走马看花 所以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因此社区是开始的培训导览之功 希望借由导览让更多游客 可以了解到当地的历史文化跟故事 一来也可以延长着旅客的停留时间 二来更可以加深他们对社区的了解 而未来也不排除要规划出游城 让游客可以借由回旅行 体会到道地的农村之妹 熟练的讲解着泰安旧火车站的故事 游客们各个听得入迷 后里区的泰安社区 近期开始培训社区导览志工 让更多来到当地的游客 不再是走马看花 而是透过导览人员的讲解 深入的了解社区文化 因为透过农村再生培训计划以后 我们泰安的亮点已经逐渐的被大家所看到了 休闲的一些旅客会来这边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培训更多的导览人员 来介绍我们泰安的景点在那边 泰安的好在哪里 没有透过讲解的话 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历史 我们这里的生态的丰富 所以说讲解过后他们都很高兴 指着纪念碑 导览人员李大哥说 这个镇灾纪念碑是日治时期日本人所见 因为当时军国主义思想 所以也将纪念碑做成炮弹的形状 但很多游客都不会知道这段历史故事 他说如果没有人继续说下去 故事就会慢慢消失相当可惜 因此希望藉由导览保留当地历史文化 这个很需要 每一个社区都是需要这样子 泰安这个历史真的他讲得很强续 他真的他有一套 假如是来这边玩 可以玩个深度里游一天两天的话 你没有这个导览人员 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玩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加强我们自己的导览人员 以后能很有效的让游客留在这边 李市长表示目前培训21名学员 未来都将成为导览人员 而现在他们也正在规划 要将社区游城结合导览 推出农村为旅行 除了借此活络社区经济外 也让更多游客认识这块土地上的故事 记者李云轩台中采访报导